我如果要跟這個人 如果要進一步 我一定會問他的學經理 然後還會問就是說 那薪水怎麼樣 因為日後要面對的就是要花錢 你會怎麼問呢 阿德在這 假定 先生你好啊 先生你好 還沒有結婚不要叫我先生 先生你好 請問這樣在哪裡高就 我在台積電 喔台積電 聽說那個薪資都不錯耶 應該一個月都有七八萬吧 就是要看能力 所以因你的能力應該有啦 七八萬應該 我會努力 10萬 通常我聽到說他會努力 我說這沒七八萬 那買買買 你只問這兩個問題 對 然後說好下次再聯絡囉 我說你只問 只在乎這兩個問題 是薪水跟那個薪力嗎 就是出社會以後啦 那你為什麼不是出社會以後 他還沒問完啦 學歷然後總要問 還有嗎 有啊 剛剛他